自動駕駛系統與成大開源自動駕駛系統軟體開發經驗分享 請大家掌聲歡迎 大家好,我是邵華,他是熙炫 我們就是來自成大的自動駕駛的開發團隊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我們一些開發經驗 然後會帶到一點效能分析 從效能底層來看一個大型系統的一個觀點 在這個演講裡面的話 我們會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很初階的去介紹自動駕駛 在目前的一個趨勢 以及自動駕駛是怎麼去運作的 然後帶到各國知名的開源軟體 然後也是承搭目前在使用的兩套軟體 接著就帶到我們近期所開發的一些成果 那我跟熙炫目前是在成功大學自動駕駛團隊裡面在進行開發 我是就讀陳達之工的博士班 那熙炫是陳達之工的碩士班 那如果以我們在團隊裡面在主要開發的話 就是自動駕駛的一個軟體 然後效能分析工具的一個 效能分析工具開發 然後弱使 然後以及自動駕駛的模擬器 那我們陳達的自動駕駛團隊 是由陳達電機的一個裝置清老師所帶領的 那他主要會催生這個團隊的原因是因為 政府最近想要大力推廣自動駕駛這一塊 所以如果有耳聞的話 政府最近有在台南做了相關的事情 那自動那個場地等一下會稍微提到 他就是 政府目前就是推廣一個長期計畫 那因應這個長期計畫的話 我們陳達就有對應的團隊來承接這個計畫 那這個團隊目前主要是由 電機啊、資工的學生、老師們組成 那也有一些測量系的測量系的一些事項 也會請他們來做協助 那我們陳達這個團隊 我們除了擁有實體的車輛之外 我們主要目前在開發的是 怎麼去透過虛擬環境 去模擬一個自動駕駛的一個行為 那他這個模擬器就像在玩遊戲那種感覺 就是玩狹到列車的時候 只是會考量更多的一些物理環境因素 然後以及人車之間的交互作用 然後來呈現像現實一樣的情況 那我們 透過功能性 除了功能性的一個類推之外 我們也會去研究一些效能底層 就是你不去看上面 你上面的載體一個是虛擬 一個是現實的 那我們去看在下面的 下面你在呈現效能的一些index 是否會有一樣的效果出現 那用這樣來類推 現實跟虛擬之間 是不是可以互相去Mapping 那這台是我們成大所擁有的自動駕駛車輛 這是實體車 那他目前就搭載了還蠻多Sensor的 他有三個camera兩個光打 然後兩個雷打 然後GPU IMU 然後以及兩個工業等級的電腦 來協助他做運算 可是以這樣的感測器數量 其實是非常基礎的 就是一台實體車這樣子感測器數量 是以基本情況來講是剛好而已 那如果你在更 你要去應應更複雜的一些環境的話 感測器只會加 然後電腦的運算等級也只會再往上加上去 所以這之後都會牽扯到一些效能的問題 那實體車這樣 如果舉例光打的話 那個LIDAR LIDAR那一顆光打Sensor 一顆要價就大概是30萬 那今天有兩顆可能組一組 你就比這台車還要貴了 所以感測器的昂貴程度 就會催生模擬器的產生 因為我們可以用模擬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取代一些昂貴的 昂貴的氣場 然後現在做一些初步的驗證 那剛剛提到就是政府在推廣這一塊的話 他在台南沙倫那邊 去蓋了一個台灣CarLab 然後是由國家實驗研究院去推廣的 那左邊那張圖就是他還 快要蓋完之前的樣子 那他裡面就是主要去設立 將近有13道的關卡 他想要去模擬像現實一些情況 大量的十字路口 然後人車的一些互動 然後水泥地板 樹蔭那些東西 然後來驗證你的自動駕駛軟體 能不能去負荷這樣子的需求 那他離高鐵站非常近 你們如果之後有機會來台南玩的話 就也不要去這個地方 超級荒涼的 荒涼到 你不知道那裡可以幹嘛 好 那大家都會想 為什麼我們要來 特斯拉不是很有名嗎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去開發自動駕駛研究 特斯拉不是好像賣的 賣的風生水起的 好像做得很棒 可是其實特斯拉 如果你SAE的這個國際自動駕駛評定等級的話 它大概自動駕駛的強度是在2到3之間而已 那2到3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概況 自動駕駛等級2 就是所謂的行車輔助系統 它可以協助你在非常近距離的地方做沙停 然後幫你做一些車道變換這些比較基礎的事情 那基本上它是沒辦法提供你一些路況判斷 然後以及自動行進的一個功能 它連等速行進 等速行進可以 但是它不能判斷前方 前方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幫你做一些迴避 那3的情況是一個蠻有趣的 因為它會藉在一個人機 人機控制抽離的一個情況 那3會發生一個情況 如果你以安全規範來標準的話 它會要求你要把眼睛張開盯著前方的狀況 然後把手握在方向旁上 可是不要去操控它 讓車子去操控 然後隨時去緊盯著是否會出現狀況 然後去接手控制車子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有點失去自動駕駛的一個意義 你就都盯著 那我就直接開車就好 這種感覺 那3也就是特斯拉會主要出事的原因 其實就是基於這一塊 其實你在啟動特斯拉一個自動駕駛的情況的話 是不能去做休息的 可是之前會出事的狀況 都是駕駛直接在上面就直接睡起來了 那當然就可能就會出一點事情 所以有買特斯拉的還是要小心一點 不要不要做這種事 那為什麼會評定它在2跟3之間 因為這個規範在目前也是非常初步的規範 只是大家都會以這個來做一個解說 那所以評定標準是非常模糊的 那特斯拉當然說自己是3 別人大家覺得它不安全就說它是2 那我們陳大目前在開發 它會介在自動駕駛強度4 那它的狀況就是自動駕駛的車輛 會給你充足的時間去做一個反應 它會透過前方的路況 然後問你做一些預測 然後跟你說前面可能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那這邊比較複雜 可能要跟人來做一個人機的切換 那自動駕駛它會去適應比較 它只能適應比較特定的情境 像是都市 然後高速公路 然後就是有一些 你有先探勘好的一個場地 然後會比較適用於自動駕駛 它沒辦法 你們還沒辦法在一個無人的場 沒有停定過的場地上 直接去做自動駕駛 那在5的等級的話 就是接著要考量的 4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它可以幫你做到很安全 然後可是會做得很笨 你可能一個停車 它會幫你做得非常的安全 絕對不會去回到 那它會幫你做 可是會做得相當慢 或是相當笨 以人的角度來看 可是你以電腦來計算的話 它就是必須有這麼大量的考量 然後安全出發 那到5的等級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成是 有一個 有一個 老司機要幫你開車這種感覺 就是 它非常的全能 然後甚至開的會比人更安全更好 那 會考慮到更多大量的 一些像是車與車之間的交互作用 像是超車這種情況好了 今天如果兩台都是自動駕駛的時候 那 我跟你互相要超車 你要考量什麼情況 應該是我要先過去 還是你要先過去 那 是不是要考慮前方的路況 然後 看誰比較適合去超車 那這些比較考慮到後期 車聯網的應用的話 都會到 自動駕駛等級 這個階段才去做一些 想法跟設計 那這方面也要配合相當大量的一些 法律 法律道德的一些規範 才能去讓自動駕駛可能有上路的可能性 那 接著就是 這個是世界 目前世界各國 兩個比較有名的一個自動駕駛專案 呃 右邊那 你們的左邊那邊是 AutoWare 那 右邊就是 阿波羅 一個是 左邊這個是 中國開發的阿波羅 那我們成大目前用的是 日本明國屋大學開發的這個AutoWare 然後 呃 模擬器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用LG的模擬器去 往上做開源 然後 Color也是其中比較有名的一套 可是他們兩個的概念很像 一個是基於Unity 一個是基於Unreal 兩個遊戲引擎 那 就是 有點像就是玩 俠盜列車手這樣的感覺 然後去做 對應的車輛控制跟模擬 那這些物理引擎 都能做到比你想像做的事情 就是 他在控制車輛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是 一個方塊 一個長方形的方塊在移動 他會考慮到 車子的摩擦系數 然後馬達的扭力 這些都是可以透過遊戲引擎的 遊戲裡面的物理引擎 來做一些模擬的 所以會比想像中的還要真實許多 那 接著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一個自動駕駛怎麼去運作 就是自動駕駛你要讓他去完成任務 其實跟人一樣 你必須先知道 我在哪裡 那 我什麼十幾點 適合去走 那接著就是 我該怎麼走 那 你要知道我在哪裡的時候 去做一個 感知 對於人來說 就是要對應的感官受器 那感官受器 你的皮膚 可能一小 一平方公分裡面 就有幾百萬個細胞了 可是對車子來講 他只需要仰賴 剛剛可能就十幾個Sensor 那 所以剛剛提到更複雜的情況 需要更大量的Sensor 這是很有可能的 那 所以 這邊會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四個目前 在自動駕駛裡面 基本上是 基本上 必備的一個感測器 那其中一個是LIDAR LIDAR是剛剛提到的 現行 世界各國所有的 第四級的自動駕駛 軟體 都會使用的一個感測器 那光達 他的原理 就可以簡單把他想像 一個旋轉的聲納 聲納不是打過去打回來 那就知道 前方對我有一個 多遠的物體 那你就讓他旋轉 那就知道360度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可是當然 你要考慮一些旋轉的相位差 然後再做一些回推 這樣得到更精粹的素質 然後 跟光 打在一個物體上面的反射率 會有所變化 那 大概知道一個 簡單的概念就好 那 CAMO 然後就是很單純 他就是去做一些 用 現行 現在的 蠻有名的那些類神經網路 做一些 object detection object tracking 或者是用 RAWBASS的一些 演算法來做也是可以的 那 雷達跟 聲納 就是 他的視野以及寬廣度 會不及光達 所以雷達跟聲納 會比較傾向是一個備援系統 那目前 特斯拉就是主要用雷達來做一個 避障跟測距的一個感測器 特斯拉上面全都是雷達 他沒有用光達 所以他是第三級而已 那 接著就是 GPS IMU 你必須透過GPS跟 IMU的輔助操作 來 協助定位 但是 GPS IMU的定位有相當大的精度問題 大概是10公尺吧 那 10公尺 如果你一台車來定位精度的話 你已經 你可能從這個車道開到對向車道去了 那他也覺得你在對的地方 所以 你勢必要去搭配像 剛剛LIDAR會有些演算法 會協助 定位精度更加提高的方法 那 你今天 感知授器都準備好了之後 你接著就必須去 感知你周遭的情況 那就是 所謂 撞到有聲 撞到會痛 那 你今天 必須先知道我在哪裡的情況 你就必須 依靠一些 定位演算法 那 這邊 演算法 我在AutoWear裡面 我都會去 介紹 比較單一的演算法 因為 AutoWear裡面 這些演算法的模組 都是可以抽換的 你今天可以 我想要選擇這個 然後 或是明天我想要選擇 依什麼情況 去選擇不一樣的演算法 那 我今天會 以一個 比較單一演算法 比較單純的系統 去做一個考量 那 這邊 AutoWear最有名的 就是 其中的 NDT的一個 演算法 那它的原理 我把論文放在連結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 它的 概念就有點像是 你今天有一個 車子得到的感測器 即時的感測器資料 然後以及下面 下面這張圖 是當 你在已知環境 可以取得的一個 高精度點雲圖 那 你透過高精度點雲圖 以及你即時的 即時的感測器資料 去做匹配 你就可以大約知道 你現在在地圖上的哪裡 那 可是你一開始 會不知道 假設你得到這個點 你這個 你得到這個圖好了 那我必須放在這個 這個Map裡面的哪個地方 它相當大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依靠GPS GPS跟RMU 先幫我們做第一步的收斂 它會直接快速的定位到 對應的地方 然後去做Mapping 那 協助演算法做快速的收斂 好 那定位大概就是這樣 那接著就是你去做感知的地方 感知是最 detection 偵測的地方 是最五花八門的 相機是其中的大宗 那我這邊會提示 光打的 OG裡的衝擊演算法 那 它就是 像下面這個影片 這是一個影片 那它 會先進感測器的資料 有顏色嘛 那是感測器的資料而已 那它會依據感測器資料 去做一個線性插子 然後把它框起來 那跟你講 這裡大概有一個圓柱體 那那裡有一個柱狀物 那 這個都是一個初估的 因為你看 最旁 最 這邊 這是一個建築物 建築物不可能是扁平的嘛 可是對自動駕駛來講 它可能只需要知道 那邊是一個有障礙物的情況就好 所以 這邊的演算法就是 一個簡單的跟你講 你周遭什麼物體 可是你不會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 你想知道什麼東西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用 CAMERA來做一些輔佐的 兩個演算法去重疊起來 然後去做更進一步的 sample這樣 那接著就是會進到 你趕之晚了 你就必須做一些決策 然後跟路徑規劃 就是剛剛講 我什麼時候該走 跟怎麼去走 那為什麼我會把這兩個 放在一起呢 因為在AUTOWEAR 或是自動駕駛軟體裡面 很容易已經把DECISION 跟PLANNING 做在一起 它會把一些決策 都做在PLANNER裡面 所以這部分的定位 會比較模糊一點 那DECISION 這邊我會提一個 叫WAITPOINT SYSTEM 就是 WAITPOINT就是行點 那它就是用一個點 一個點 一個點 去引領你怎麼走 那點上面會有 這邊好像有點不清楚 可是這點上面是會有 速度資訊跟方向資訊 所以大概給予自動駕駛一個參考說 我今天車子到這邊的時候 我應該是車子 車子的姿態該是怎麼樣 那我的速度應該是多少 那這就是WAITPOINT SYSTEM 的一個想法 那接著 AUTOWEAR它會使用一個叫 就是你從名字來定義 它就是設定速度 它就透過設定速度 來做到一個迴避的狀況 因為你如果今天前面有障礙物 最簡單的做法 想要迴避危險 就是停下來 那它就去設定速度 把整條路線都設定為定 那不去改變路徑的方向 可是只去改變車子的行為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達到一個壁狀 那這是最基礎最基礎的一個做法 那Planning的地方就是真的 當你車子開始走 透過Planning運算出來的東西 它會真的下達給車子 去做一個運行的指令 剛剛講到的都還沒開始動 到Planning階段之後 再往下一個階段它就開始動 Planning它這邊的話 也用一個比較基礎的演算法 叫Pure Pursuit 它就是 那個是它的論文 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會依照 它就是提出一個 look at waypoint 就是你往前看多少點 然後搭配剛剛的waypoint system 就是你必須往前去追蹤那個點 多遠之前的點 然後用PID控制器去把它靠近 進讓它車子去做循跡的一個表現 大概簡單張想就好了 那 右邊這張圖就是在autoware裡面 真的去啟動的視覺化的一個情況 它這條白色的線就是 Pure Pursuit這個演算法 告訴你車子應該真的去怎麼走 然後透過waypoint這個參考點去運算出來 好 那當我們今天Planning之後 Planning完之後 它會下達一個控制指令 那最後就進入我們的馬達機具模組 然後去做對應的角速度加速度 該怎麼去行動 那車子就完成一次的控制流程 那接著再回去轉回去一圈 去做一個sensing 然後再computing computing 然後再autowation這樣 然後就完成 不斷的反覆操作 那車子就會去不斷的進行自動駕駛這樣 那自動駕駛的運作簡單的介紹完之後 接著就是我們會去 我們進來開發一個模擬器 那透過這個模擬器 我們在上面去設計一些情境 那這邊就交給西萱 喂 那我這邊就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模擬器 那第一個就是 就是開發軟體的人 不一定都會有一台就是自動駕駛的車輛 那像這台車就一台就要駕不少 那這是 就是除非你是一個專業團隊 不然不太可能會有這種車子 然後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假如說你這種車子 你要在路上開的話 就是要跟政府申請那個測試車的車牌 那這個車牌其實也是要不少錢 而且就是 假如說你軟體正在開發中 那你假如說你軟體沒有設計好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直接撞上去 或者是直接往旁邊的障礙物撞了 那這個其實是 蠻危險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會需要一個 就是專門給自動駕駛軟體測試的一個 模擬的環境 那下面的話 這個就是LG模擬器的解圖 那左上角的話可以看到說 它是一個在平面道路上面 行走的一個模擬環境 那右上角這個是高架橋 然後左下角這個是高速公路 然後也是在晚上的時候 那右下角這個是 就是我在大雨或者是大霧的時候 那行走的狀況 那整體的架構呢 就是 一開始我們先開好我的模擬器 那模擬器裡面可以選擇 就是你的場景 那目前的場景的話 就是他們LG官邦那邊 有提供一個 那個舊金山的地圖 那我們這邊 就是成大團隊的話 我們在這個模擬器為基礎上面 我們開發一個台南的沙倫的地圖 就是那個CarLab那一塊 那在這邊的話 就是它還有一個就是一個Python的API 就是可以控制遊戲裡面的場景 那例如說就是我可以控制說 我裡面生成有幾台車啊 或者是我的位置可以直接移動到哪裡之類的 然後之後最後就是我們AutoWare 可以接上那個Unity這樣 那AutoWare會直接把那個 模擬器裡面的車輛就是四圍一台 就是真的車輛 對就是有點像是去騙它這樣子 那這邊模擬器它提供的功能 其實就是你在實車上面能做 基本上模擬器都可以做到 那例如說我可以吐出那個 Sensor的訊號 像是CAMERA 就是剛剛提過CAMERA LIDAR GPS 或者是那個IMU之類的 那裡面其實也會有一些交通的系統 那像是說我的車可以在 我可以生成好幾台車 然後在這地圖上跑來跑去 而且上面有那個紅綠燈的系統 那這個深層的車輛也會看紅綠燈去行駛 然後還有就是我的情境的話 還有可以設計有天氣 就是有大雨或大霧 然後連那個白天到晚上 那個太陽的光影都可以控制這樣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在這個場 就是台南沙倫這邊 我們建造了一個1比1的模型 那 就是左邊 左邊的圖是我們實際在沙倫那邊拍的 然後左下角那個是空拍的狀況 那右邊的話就是我們從模擬器直接去解圖 那其實就是遠看的話蠻像的 那就是這邊的話我們會不會需要驗證說 那我們模擬器的那個場景真的準嗎 就是我們跟現實的場域是不是準的 那我們這邊有做一個實驗就是說 我們把現實場域剛剛提到有一個waypoint 就是車子會沿著waypoint去走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waypoint的data 直接丟到模擬器裡面 那我們去看他的行走狀況是怎樣 那下面的話 這個我們有做一個介紹 你看他裡面就會有彈到 這個就是可以前面就是先介紹一下我們左座的工 就是我們把台南沙倫的場景就是做 就是它長怎樣我們就做成怎樣 那我們也是有按照它的設計圖去做 所以這個比例應該是蠻準確的 那這個就是它裡面運行的畫面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就會有一台車可以去控制 那這邊就是剛剛提到的是我LIDAR可以去做掃描 以及做定位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用waypoint套下去 那可以看到說左邊是模擬器 那右邊是現實 那這兩個基本上它運行的那個特徵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就是算是驗證說算是我們這個地圖做的還精度還蠻不錯的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它的就是定位演算法 那我們定位的演算法我們在模擬器裡面到底是怎麼做的 那這邊我們有做一個實際的操作的影片這樣子 那左邊這個是我們用autoware去就是開啟autoware去做控制 那這邊的話autoware就是它右邊的模擬器它得到了它周圍的訊號之後 它會吐到左邊的autoware去 那autoware會根據這些模擬器就是給的訊號 例如說GPS或LIDAR去做定位的運算 那它就可以知道說我右邊這台車我在這張地圖的哪裡 然後就是以此去做那個控制的動作 那這邊就是看到這邊就是其實我覺得大家可能就有一個疑問 就是台灣的那個就是大家都知道三寶很多啊 然後左邊左上角那個是因為就有一個網紅叫Giu血 然後他有去台南沙倫就算是做業配的影片 然後這個底下留言可以先念 電腦再怎麼厲害也算不出三寶的下一步 然後還有一個台灣的馬路比跑跑卡丁車還刺激 其實可以看到說大家對於台灣的交通路況其實是非常的悲觀的 所以我們就是因應這個比較特殊一點的情境 然後我們去做了一個scenario的功能 就是這個功能還在測試當中 就是持續開發當中 那我們就是會設計例如說像圖片中間那個路人就突然衝出來啊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平常會遇不到的情境 然後去做測試 那就是看你的模擬器能不能應付這些圖片狀況 像這邊 這邊這個是那個 先說一下這個是我們自己手控的 然後就是模擬器 就是那個自動駕駛那邊還在那個 演算法還在開發 那這邊的狀況就是說我前面就是有一台車輛 那它可能故障了然後就停住 所以我們要這邊 這時候我們要做一個超車的動作 那這時候對象也會有 一直會有來車嘛 那我們軟體會想辦法去找一個空 就是時間去做超車 然後我們超車之後這時候就有一個行人都還衝出來 所以這個情境其實已經蠻複雜的 那假如說你的開發的測試 就是自動駕駛軟體能通過的話 就是算是可以克服這種狀況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霓虹燈的測試 那就是大家可能就是 就是它的軟體可能會 它現在要去辨識那個紅綠燈嘛 那我們要考驗這個自動駕駛軟體說 誒我辨識紅綠燈會不會因為一些 譬如說旁邊的招牌或者是路燈 路燈之類造成影響 那我們這邊有做一個情境就是說 我們把就是 這個招牌就是它會亮那個 紅色黃色綠色就是跟紅綠燈一樣 那我們就是想要去測就是測試說 誒我的自動駕駛軟體 會不會因為看到這些招牌 然後就是誤以為它是紅綠燈 然後就直接做一些 沒辦法挽回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在進行的項目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想要驗證模擬器 然後還有就是真實的場景 那我們就是自動駕駛軟體去做那個自駕 那我們這兩個情境 我們會不會中間會有一段 例如說效能會有不一樣 或者是說哪邊會不一樣 就是他們兩個之間可能會有一些 而行為或者是效能的落差 那我們就是接下來下一步 我們是想要驗證這個事情 就是看它說到底是不是沒差呢 還是就是說中間會有一點點差距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從效能分析下去切入 這個是我的環境 那其實是還蠻一般的電腦 就Intel i7-6700 然後顯卡是GDS950 然後Memory有16G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個是我的一些環境這樣 先跳過 然後我們的工具是 我們會使用那個Intel開發的效能分析工具 叫Vtune下去看這個軟體的運行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會就是用Linux的TOP功能 然後就是去概算說就是我隨著時間看 隨著時間進行 那我的CPU的使用率到底到底那個 哪個時間會比較多哪個時間會比較少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的環境就是 這個就不是SALUR 這個是那個他們官方提供的一些資料 那這個叫這個資料的格式叫Ross Bag 那它其實把一些Sensor 例如說CAMERA或者是LIDAR這些資訊先預錄好 然後我預錄好之後 我再來塗給那個自動駕駛軟體這樣子 然後這個然後這個圖 這個那個地圖的運行狀況是這樣的 就是我會先從一個沒有Li 就是點雲資訊不足的地方 然後開始走 就是右下角那個地方 就是右下角這個地方 然後它這邊可以看到說這邊其實沒有是點雲資訊的 那我這邊走走走之後 我就做一個回轉 然後彎進去就是點雲資訊足夠的地方 然後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會稍微停下來 停下來大概20秒之後然後繼續走 然後這邊左轉這樣子 整個的情境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一開始先用比較舊的AutoWare的軟體去做測試 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說就是我框起來的地方有一個效能 還蠻奇怪的地方就是 中色的地方是它的CPU碳 就是你中色的那個地方越高的話 那它消耗的CPU的資源就會越多 那這邊有一個有一個爆表的東西 那就是它的名稱叫做APPORT 那這個其實不是那個AutoWare裡面的軟體 就是裡面的那個process的運作 那我們一開始不知道這什麼 然後後來去查知道才是說 就是說它是一個Linux對於系統內部的錯誤的訊息 就是我這個軟體可能哪邊就寫壞了 然後它Linux就會一直去發送一些錯誤訊息 就是內部會一直說 我哪邊有錯誤哪邊有錯誤 然後這個訊息就 就一直 就是可能在那邊寫壞地方 它就一直觸發 然後它這個訊息就一直拋 然後就導致說我這個整個效能 就是被這些拋訊息給就是拋住了這樣子 就是這個算是那個1.9.0AutoWare的一個Bug 就是我們現在用ProPine工具去看的話 那這個東西還蠻糟糕的 就是我們本來就是有想要回報 可是後來我們去看新版的 比較新版的AutoWare 它馬上就修正了這個問題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說我們就是新版 接下來問題修正 那我們就繼續做 那可以看到說我們的 就是有一個 它process的一個叫NDT-Matching 就是說我就是像 就是NDT-Matching 就是剛剛的LiDAR的定位 會演算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說 就是我在沒有 點雲資訊不足的時候 那我的LiDAR的消耗的效能就會 這邊就會異常的高 那這個是因為說我 因為點雲資訊不足 那我現在就開始亂定位 然後可能我一下子定到很遠地方 一下子定到近點地方 然後就是它的定位是發散的 所以它這邊會消耗比較大的運算資源 那可以看到說我這邊彎進去的話 它的那個效能就是 消耗效能就直接下降了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可以發現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假如說以後要做 系統效能的優化的話 我們可以從就是 可能點雲資訊不足的地方 開始就是下 左手下去去修改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是驗證說 我這套軟體我放進Duck裡面 那我們會不會對系統的效能 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 那Duck的話就是 還不知道的我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Duck就是一個模擬器 不是模擬器 那個container 它就是它可以把目前的環境 跟外在環境去做切開的動作 那就是以防說我這個軟體的運行 就是會遇到一些 可能另外一個程式 然後交互影響 就造成一些不好的結果這樣子 它就是可以做環境的切割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做的實驗 其實基本上它的運行的效能配程 其實跟你在沒有Duck的環境上運行 就是其實CPU所消耗效能是差不多的 那在Memory部分的話 它上升了大概400MB的消耗 可是這個其實對於400MB的話 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們就是驗證說 其實Duck是不會對效能造成太大的影響 那再來我們結論就是說 其實自動駕駛這個領域還蠻新的 就是說它裡面包含了其實很多就是各個領域的技術 那例如說網路 網路的話就是 大家就是知道5G塊 那5G的話其實有 在自動駕駛界有一個很重要的應用叫做車聯網 那車聯網就是我車跟車之間 我們可以去做網路的溝通 那這一塊其實是還蠻一個新的部分的 就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一些那個定位啊 或者是printing的演算法 其實這個都還蠻新的 就是目前都是還在ungoing 就是還沒有還沒有成熟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影像處理 因為我透過那個camera 我去看前面的物體嘛 那我要知道說 我這個物體是什麼東西 距離多遠 這個可能就會需要一些AI的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技術下去 去做輔佐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有那麼多功能的話 那performance一定會是 就是需求一定要越來越高 那這時候就是效能優化 就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然後我們團隊就是會繼續去做那個自駕的軟體 以及那個模擬器的開發 那希望就是 就是希望就是這個產業起來之後 就是台灣能站到時候能站在 就是這個自駕車領域的龍頭 或者是前進民這樣子 那我們的就講到這邊 那大家有問題嗎 請問一下你說你的那個測試車上面會有兩台工業電腦嗎 然後那兩台工業電腦的等級 跟你測試的CPU的等級 因為你的在跑模擬是用i7 所以都是i7差不多 然後另外一台是那個NVIDIA的PS2 喔PS2 這兩台工業電腦它怎麼做分工 就是它一台是SensorHubber 然後另外一台是 S2那邊是做CAMERA的 Object Tracking 跟Object Detection 然後把最後框出來的一個 位置資訊丟給 主要Auto Air還是放在 Intel的電腦上面去做這樣 OK好謝謝 就有點像抽離出來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你們那個自駕系統有 有試用過那個 George Harts開發的OpenPilot嗎 可以 誰開發的OpenPilot George Harts 就是它開一個OpenPilot的狀態 你們有試用過嗎 請問一下 沒有聽過 喔好沒關係謝謝 請問一下 Tesna老闆他寫過一篇文章 一直強調說他覺得LIDAR跟CAMERA 兩者比起來他認為LIDAR是不需要的 請問你們對這個事情怎麼看 LIDAR跟CAMERA 如果你以資訊量來講 CAMERA絕對完勝LIDAR 可是電腦就算不來 這就是目前的一個瓶頸 你如果用AI去做processing的話 你除非把它抽到硬體的等級去晶片的話 FPS也頂多到120 他沒辦法算得像LIDAR這麼快 LIDAR他就是有點像折衷一個方案 CAMERA的資訊覺得是最多的 你可以有顏色RGB那些 然後去做一些 如果你AI做得夠好 你物件種類距離 那些都可以用影像來做回推 可是LIDAR你只能知道距離的資訊而已 他沒辦法去知道 除非你物體的形狀相當的清晰輪廓 有人在做類似的研究 用LIDAR的一個物體形狀來辨識它是什麼 可是相當的不足 可是他講的是 你今天是到很後期了 工業電腦可能信手年來 就是幾百張幾千張 運算 那個影像的運算 相當快 那才有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 你們的自駕系統是丟到Unity裡面的 那它在光源計算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一些問題 在什麼計算 就是光源判別的 因為你們有Sensor 對 光源計算是什麼 就是比如說明暗度 對影像影響 就Unity是用 比如說Point Line 或Direct Line 這部分的話 就是看你AI框架的選用 就是AI怎麼去適應 對 這個就是你選的Framework 其實跟自駕軟體沒什麼影響 就是它是一個模組化的 你想要今天用這一套 對於光暗的敏感比較強烈 那另外一套 你轉出來的參數 就是對光暗比較不敏感 那就是看你怎麼選用 請問一下 你們那個Sensor收到的資料 進CPU處理完 然後到H8送出來 這樣一個cycle大概多少時間 目前是 好像是10個ms 而且是在負載還偏低的情況下 如果今天負載全開 剛剛講的那個系統 是很單純的演算法 那你當負載全開的時候 它的那個 如果對即時座位系統有點概念的話 它其實 它的gitter非常大 它有可能有時候會到 快要秒等級的一個 秒等級的什麼 delay 的delay這樣 那平時是快的 可是你遇到一些突發狀況 它是會有那個gitter 會有gitter 那你們覺得大概要做出這個系統 大概是要幾 一秒大概幾赫子啊 就這樣一個更新的頻率 個人覺得可能 如果以安全考量的話 赫子喔 對 我覺得ms等級是必備啦 可是當然更好是越快越好 我覺得 就看什麼工作 而且還看 你還看什麼工作 像 你LIDAR的 定位演算法很重要 那 那定位演算法的運作 就沒辦法去 它的赫子數就一定要偏高 那你有一些是可能 停車輔助系統 或是 監控 使用你的使用者的系統的話 那些系統的頻率 可能就可以降低一點 那就是看你在某些 哪些關鍵演算法 它不是整體的 它是一個一個模組在運作的 它赫子數是分開 可以分開抓出來的 好 謝謝 我想請問 所以現在對於天氣的變化 那些的影響 都已經都可以克服了嗎 我說對sense的感覺 沒辦法 它LIDAR你淋雨 30萬就飛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 可是這一塊不是軟體層面的 軟體層面可能就會比較考量的是 你今天光打它也是光 那你今天打到雨點下來之後 光打出去結果反射了 那它回彈回來 到底是不是你原本要的 這個也是光打要克服 我們有做 UNET去做模擬 它會整個非常的亂 就是 你會根本不知道你周遭什麼 有點像被整個籠罩住的感覺 那對車子來講 它就覺得周遭都是東西 所以 在軟體層面要克服的可能是這樣 那硬體層面就是剛剛講的 怎麼防水 是這樣 而且LIDAR其實 這個感測器很敏感 你碰撞很容易就壞了 已經壞一顆了吧 30萬 心好痛 這種感覺 問個比較不是軟硬體的問題 問個比較不是軟硬體的問題 就是 像剛剛很多問題其實路上有三寶嘛 那假設今天有個專用道 然後全部都是自駕車 可能那個車聯網就很容易實現了 那現在有可能朝這方面走嗎 有有有 就是 目前在 我忘記是美國 美國有一個M City 它就是 規劃一個園區 那這邊就是做各種綠能 它們會牽涉到綠能 它把所有東西全部都砸進去 然後綠能 自駕 就是這一區可能就全都自駕 因為 其實 你要抽換現有的交通網路 並存 到過度 過度到全部取代 這件事情 不如直接打掉從來 對於開發來講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驗證CPU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把CPU跟模擬器一起跑 那它比較跑出來指令的軌跡跟timing 你們如果真的車跟模擬器裡面的車子 跑出軌跡跑一次 你們timing會match嗎 timing的話 目前 timing沒辦法match 因為 我們用模擬器那邊 我們是讓它等速去控制 那個是演算法的問題 因為 剛剛Pure Pursuit那個演算法的關鍵 它在做PID控制的時候 它一定要求是等速 那我們車子 那時候在開的時候是 開另外一個planner 就是 這兩個結果是沒有match 可是它的行為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 Waypoint大致是match的 這樣子 對 走的那個路徑是一樣的 那個simulator 是可以產生 sensor應該有的input data嗎 對 它就是模擬 真的就去模擬sensor 它就把 有點像 玩遊戲 可以子彈射出去 打到點之後 回彈 然後真的像LIDAR一樣 去做一次回退 那對你們的信號分析也算法 有點夠像 這樣子 對 缺點是太完美 就是太 沒有雜訊 可是這部分是可以 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些高斯模型 然後讓它有一些雜訊這樣 那你們也可以replay 錄下來的sensor data 對 就可以一直反覆做同樣的實驗 所以 這部分就是價值所在 我們去剛剛的那個台灣CALAB的話 它目前公定價 你入匯 入匯費是十萬 然後你測試一次要五千 就 你只把車開到那裡 然後用一天就五千 所以其實這都非常 非常耗資源 那剛剛講的LIDAR那些都 你可以把感測器想像成是 目前都是消耗性資源 用了就損耗 所以我們覺得模擬這一塊 應該是必須要並進的 請問一下現在 像判斷耗製的那些東西 還是在用純CB嗎 或是說其實有一些規劃是 比如說 我可以在耗製上面打一些訊號 目前都是AI 我們的 都有的 可是AI滿大眾的 我比較想問的是 有沒有規劃 比如說 以後我的 耗製上面發一些訊號 像是 像有ETC 有門架那些東西嗎 那其實 就是台灣CALAB 它的 剛剛講的那個自駕場域 它的 耗製 其實是可以直接拉訊號出來的 我們 二月多的時候 總統有來的那個開幕儀式 那時候就 就是沒有用那個 CAMERA的辨識 就直接拉那個訊號出來 直接知道紅燈就可以停這樣 大概這種感覺 OK 好 謝謝 再一個 再一個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自駕車那個軟體 Auto Wave 它到底提供你什麼功能 是指說 是整合各個區塊 例如說剛剛的 Navigation 甚至是 Perception 就是 然後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演算法 意思是我們要自己去調 那個演算法的參數 因為我知道 演算法就是 那個是 用在這種自駕車上面 我們最麻煩是調那些參數 甚至是選擇演算法 就是它會 Auto Wave會自動幫我們調整嗎 還是 所以你的問題是 Auto Wave 在整個運作上的 它到底是做什麼 對 它就是 就是 你剛剛講的售器 剛剛講的那些感測器 就是 車子的售器 它的Data進來之後 你就把Auto Wave 想像是黑盒子 那它就針對 你設定好的參數 那 感測器進來之後 去做運算完完之後 下達給車子控制 它扮演的角色是這樣 所以模擬器 其實在這個裡面 是完全不需要的 那 模擬器做的事情是什麼 它就是把那些 售器的 取代成模擬的 不需要實測去做 然後到下達指令之後 也是反饋給那個 模擬器 然後讓模擬器做運作 所以就是在裡面 下參數是人為下 固定的嗎 對 你要調到 目前是要調到最好的 所以 OK 好 那我們掌聲謝謝 我們超華跟西萱的分享 那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麻煩在私下跟他們聯絡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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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